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黃西書院的拜殿建築 黃西書院拜殿建築 又分成為屋頂、正殿 以及台積的部分 那台積它又分成台積平面 以及台積的立面 台積的立面它有多幅 精美的搖拳專標 與台積平面的質譜是不同 接下來我們看台積平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積平面 拜殿的石雕望柱 石雕望柱的蓮花柱頭 它的線條簡潔有力 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它的線條 簡單的線條與它四周華麗的建築 更襯托出蓮花 請柱頭它渾厚的美感 好接下來我們就介紹台積立面 台積的立面它又分成玉露 也叫邪葵 前面前立面專標有 梅 梅 藍 竹 菊 以及左右立面專標有 植物花柱 吉祥 土 搖前標 起從天降搖前標 以及松土搖前標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的介紹玉露 玉露它是拜殿台積前中央的玉露 用青斗石彩以身符的標記法 標成雲龍 我們可以看到龍的頭 身以及它的尾巴 這裡是雲 整個呈現看起來是火里火線 但是這個地方它是不工人行走的 以這個來表示它尊貴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建議 梅花它是在東村之郊開花 獨仙天下而春 所以它又叫做報喜花 而林涵獨自開的品格 也是人家所稱頌的 象徵著文人堅忍不拔的精神 接下來我們看蘭花 蘭花是花葵 也是君子人人相交往來的意境 蘭花的葉子葉太優美 花朵清雅芬芳 畫質素杰 世古就有高潔人品的象征 此外蘭花它還有優香清源 具有優美之子的寓意 蘭桂變成了優秀子孫的代稱 蘭桂祖成 蘭桂藤芳 也就是子孫賢孝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看竹 竹子他的中空有結 象征著虛心 在我們中國 竹子因為被賦予的君子之風 而備受文人莫刻所歌詠 關於竹的 君子德性與風度 古人該瓜為氏 有白居易的兩竹記 也就是竹本故 竹性直 竹心空 竹節真 竹因為這些高潔品性 使人樂於跟他居住 並進而見賢詩情 蘇東坡曾經說 無肉令人瘦 無竹令人俗 寧可食無肉 不可居無竹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接下來我們看菊花 菊花他又稱為長壽花 在太平廣紀中 只有菊能輕生易壽 令人久壽有真的祭然 此外 菊亦被視為花中的飲者 因而被用來比喻君子 因其在秋邊綻放 所以文人以及不畏雙寒 象徵品德的高潔 好 我們再看完了前立面鑽雕的 梅 藍 竹 羽 接下來我們要看左右立面鑽雕 拜殿的左右立面 共有六件搖前雕作品 每件兩側相對位置都是相同的圖案 分別是 植物花果吉祥土搖前雕 其從天降搖前雕以及松土搖前雕 接下來我們就一一一的介紹 植物花果吉祥土搖前雕 這件作品裡面它有包括了 南瓜 桃子 佛首瓜 如意 梅 以及萬年青等圖案 南瓜是代表多子 桃子代表多壽 佛首瓜它的諧音就是福壽的意思 象徵著山多 也就是多福 多壽 多男子 那如意和梅 它是象徵著新春如意 萬年青則是採用它的萬字 搭配如意 以表示萬事如意 接下來我們看 喜從天降搖前雕 喜從天降搖前雕 這一幅它是由天主 以及喜雀 喜雀在這裡 所構成的 天主是採祂的天字 喜雀是採用祂的喜字 而引身為喜從天降 接下來我們再看 雙途搖前雕 雙數自古以來 又有讓人感覺零雙不雕 東下常青的特點 所以松數它也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那就是常青之數 也就是說它有延年益壽 常青不老的吉祥寓意 好我們的介紹就到這裡 下次我們繼續介紹拜殿的屋頂 及正殿